大家歡迎收看 GameplayHK,我是阿俊 繼續夜回3,之前我們就去完一個很恐怖的嬰兒 現在就繼續遊戲,我就想去一去廢棄大樓那邊 因為之前我們有個回憶應該就是在廢棄大樓前面 現在就先出去 有些黑色的東西,不要看 你不要看著鏡子 剛剛鏡子裡面好像有些什麼,那你還看? 白色的就是回憶,黑色的可能是妖怪 先出去,現在連家裡也不安全 算了 如果我們要回去大樓應該就是要走左邊 對 有些東西 有十煙? 這個其實是什麼? 又沒有東西 這邊都沒有走過,我們先走一走 這邊就是河來的 應該沒有東西收拾 這隻會不會追過來的?我想先收拾東西 可以嗎?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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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著來的 走了 我跟著過去好嗎?我想走那邊 可以嗎? 對 對,因為我們是知經之路 這裡 他也是追著我,怎麼辦 走啊走啊走啊 不要跟著他 對 應該沒事了 應該沒事了 唉,那怎麼辦呢 我應該都是要走那邊 再試一下 這隻看著他 閉上眼 不跟著他眼睛應該沒事了 對,他沒有追過來 對,他沒有追過來 我剛才很怕他過來 我剛才很怕他過來 好,走了走了 這條路走上一點應該是轉到廢棄大樓那邊 有個小妹妹? 你去哪裡? 我們應該要跟著她 但是我想看看地圖 這裡還有個神社 不要去神社,我想追追那個小朋友 小妹妹,晚上不要自己走 難道引領我們過去? 還有,晚上見到一個小朋友 你是不是真的應該這樣追著她?我覺得很可怕 阻礙也好 有個玻璃下來會不會 我看看能不能回到玻璃 又好像沒事 九成就是小朋友下跌 還有一個小朋友 是竹製人偶,或者可以想起一些跟這個有關的東西 用竹製成的人偶,撿到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好像有人在玩她 是誰在玩她? 九成就是個小朋友 那這邊 既然她也不見了 垃圾站 之前好像有回憶有經過這裡 撿到字跡圓潤的便簽 裡面寫著 據說只有在屋頂才能看到那個東西 所以或者是因為這樣才會有不好看天空的傳說 就是因為去了屋頂看完天空 所以我們才中了助就 對了,回到大樓了 應該右邊 沒有東西封住 塊板上面到底有什麼呢 有上面貼著的東西 被撕掉的痕跡 是不是照片 碎片上面是看到天空的 好,那我們繼續向上走 再向上走應該就是休息的地方 對,有公園 有公園,有花圃 有部器水機 但好像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 那,先下去吧 再看看這塊板 也是剛才的東西 那 我唯有走到剛才看到那個小妹妹的地方 是這邊 之前不是在這裡 看到記憶是掉了一些東西 然後有隻狗 但上面又沒有東西 好,回出來 繼續向上走 繼續向這邊走就是去神社的區域 最後一隻 變成一百多 哇…那是什麼 什麼 啊…消失了 但是如果要去神社 真的要走這條路 試試按照 閉上眼 不和他對望應該可以吧 追著我這樣 原來會死 回到家這樣怎麼辦 走第二條路去神社 還是不好 不如進去看看我們剛才拿到的物件 剛才就是撿到這個娃娃 自己在這裡玩球,會不會小時候沒有朋友 所以就經常自己一個人在這裡玩 那邊好像有些怪聲 好厲害 這麼壞 究竟是什麼人這樣扔我們 但姐姐都在這裡 但我不認得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既然是這樣 我們都沒有什麼新目標 嘗試看看可不可以走第二條路去神社 之前我們應該是沒有走過下方的位置 不要管烏鴉 先看地圖 如果我們經隔壁橋走的話 應該就可以去到神社那邊 嘗試走這邊 先看地圖 又有些路軌在中間 千萬不要走中間 走旁邊的話 就不會觸發到那些 妖怪列車通過 家中間 媽媽 不要走 你 你別走 你要走 我走 不見了 我知道,定日看到它就閉上眼 這裡的牌是看不到的 現在我們的位置就在這裡 再向上走就可以去到神社 這裡是田,種了這麼多菜 這裡可以進去 前面 又有一條橋 我可以回到廢棄大樓那邊 有東西撿 撿到一條黃瓜 在鎮上撿到的新鮮黃瓜 比超市賣的大很多 呈現漂亮的綠色 但畢竟是吊在地上的東西都不好吃 我怕會引出一隻河童 又有一隻會追人的東西 我還是捐進來 嘩 嘩 追上了 哎呀,追上不及了 又死了 可惡 來過 我試試走下面,試在下面那裡還沒行過 有張紙紙 這裡很多貓,他們是不是在舉行什麼集會 有張便簽,小朋友寫的應該是 他寫著我晚上帶狗 出來散步的時候發現街道上有會旋轉的影 就嚇得趕快逃回家 或者這個就是傳說中的小鳥 是不是就是剛才黑色的東西 這裡好像沒什麼特別,貓仔 為什麼要走 他是走,怕了我 我跟不跟他好 但是再走應該會去了另一個區域 可能是註冊區那邊也是不好 走回頭 穿過了那條妖怪列車的道路 閉上眼 他就會消失 這邊呢 又來? 應該暫時不見了 閉上眼,走著 我經過一看東西,他突然又出來 突然又出來 但是這樣走很慢,看不到東西 我可以張開眼睛嗎 我可以張開眼睛嗎 好像就沒事了 有分叉路 左邊應該走過 那我走這邊 走著上去 不走那些分叉路 可不可以進去嗎 不行,前面有些東西 我想我還是走回頭 有寶寶 背著眼 不要追上來 沒事了 但是鬼手又來了 你不要追我了好嗎 我閉上眼了 沒有 不見了 寶寶也消失了 應該是正好路了 正好路 正好路 但是這隻大眼掛牠 牠會走的 OK OK 先走這邊 這條路是通出去的 但是有些很恐怖的聲音 喂喂喂 走了走了走了 鬼手又擋住我 安全 又有兩條路 右邊是掘頭路 先看看 有隻老鼠 我嘗試跟著牠 應該會帶我們找到一些東西 老鼠你再向前下我怕有妖怪出來 都說了 OKOKOK 撿到張拼圖碎片 在老鼠洞找到 閃耀著金光 會不會有其他零件 我想找齊之後應該會合成一些東西出來 好 繼續向上走 這裏應該就可以去到神社那裏 沒錯 我看到鳥居了 這裏應該會不會有其他零件 但是這裏這麼殘殘舊 平時有沒有人來 沒有東西撿 這裡有東西看 看板上面貼著一張紙 上面就說不要把垃圾 丟在神社境內 神命會隨時從天上看著 好 我們不要亂丟東西就沒問題了 就是 可不可以在這裏拜神 不行 這邊應該就是洗手用的 但是還是沒有東西撿 我穿過了神社,但是沒有東西撿 沒有 明明是一個這麼重要的遺跡點 應該有東西撿 10Yen 前面可以save了 save了先不要想太多 那我們應該要向哪邊走好呢 這邊就向下…走回下山 前面又有些恐怖聲 那就又向上走 有些恐怖聲 這麼多花的沿途 又要撿又要撿 又去10Yen 接著就是走山路 又有個牌 很舊的看板 上面就寫著 前方竹林發生多單迷路事件 鞋童禁止進入 即是我們一定要進去 先走這邊 有一條馬路 是不是要在這裡按鍵才可以過馬路 有個按鈕可以按 不按住 先看這邊 真的沒有東西撿 按鈕 因為正常我們過馬路 有這些按鈕應該都要按一下 在這裡等等 我們按完還要等過馬路 好,我可以走 我可以走 好,可以走 怎麼會有這樣的妖怪走過 如果我不按按按鈕走過來 那會怎樣 我…有點害怕 不要搞它了 我走出一點點看一看 還是沒事 又見到小妹妹了 剛才那個女生是誰來的呢,你認識嗎 走前面 挖頭路來了,即是我們都要上來 進入竹林的範圍,我們很大機會會在這裡擋塞路 看到地藏菩薩,地藏菩薩保佑 希望待會可以平安 今集我們先玩到這裡 接下來入竹林應該要花點時間去找路 我們下集再繼續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